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真的谢谢你》 今天小熊爬在窗边看风景 他看到对面的树上有一只小蜘蛛 哎呀!小蜘蛛的望被风吹烂了 他真的很可怜 于是小熊就在家里拿了一把傘 带着傘走到树下的小蜘蛛身边 跟小蜘蛛说 小蜘蛛,去我家避雨啊! 小蜘蛛很开心 他跟小熊说 多谢你呀小熊 于是小蜘蛛就跟小熊 走回小熊的家里避雨了 进了小熊的家 小熊就跟小蜘蛛说 让我拿一些好吃的食物 让你一起吃吧 当小熊拿了食物出来之后 就不见了小蜘蛛了 咦?小蜘蛛去了哪里呢? 他到处找,看看小蜘蛛会去哪里 找到这里,找到那里 找到梳法底都见不到小蜘蛛 到底小蜘蛛去了哪里呢? 当小蜘蛛到处都找不到小蜘蛛的蹤影的时候 他就坐在梳法上 继续想想他到底会在哪里 在这个时候 他望向窗边 啊,原来他在那里 原来小蜘蛛爬了上窗边那里 在那里呢,很努力地 聚一个蜘蛛望 小蜘蛛就说 我要送你一张漂亮的窗帘 当是借礼 多谢你 多谢你,让我进来你家避雨 过了没多久 小蜘蛛就很开心地说 哈,继口啦 小蜘蛛看一看窗边 哇,真是太漂亮啦 太漂亮啦 多谢你啊,小蜘蛛 得到别人的帮助 我们一定要记得深存感激 真诚地说一声,多谢 蜘蛛 鼻羽 那女 可怜 姐女 漂亮 即网 吹破 好吃 借礼 大风 食物 我们要学习感恩 感激曾经帮助我们的人 真的,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啊,小蜘蛛的网 被风吹破了 她好可怜啊 小蜘蛛 小蜘蛛 去我家避雨吧 谢谢你,小蜘蛛 我去给你拿点好吃的 咦,小蜘蛛去哪里了? 咦,小蜘蛛 也不在这女 咦,她在那里 我要送你一张漂亮的窗帘 当借礼 当借礼 哈,即好了 哇,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谢谢你,小蜘蛛 得到别人的帮助 一定要记得深存感激 真诚地说声,谢谢哦 虚蜘蛛 避雨 那女 可怜 姐女 漂亮 漂亮 織網 吹破 好吃 謝禮 大風 食物 讓我們學會感恩 感激幫助我們的人 唯一 唯一 事件 賣 賣 贅 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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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